哎 年轻人啊 创业啊 那个 创业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也没关系 最怕是 年纪老了 事业要没成功 那就麻烦了 我之前创业的时候 屡屡的失败 那也没什么 对不对 我们还要升级 现在要升级 暂停升级 是不是啊 哎 投资我随时都要 都想投资的 看投资什么 看我有钱在 对啊 是不是 有句话呢 叫失败 是成功之母 虽然说这次投资呢 有点点的小意外 现在 之前说要升级 迟早还会再投资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期比较特殊 就是特殊嘛 特殊意思就是说 哎 那个又怕被隔离那种 所以啊 这个时期啊 做这个餐饮行业啊 确实 要考虑的 啊 你没有一定的 没有一定的那个 菜色 或者是 各方面的资源的话呢 不行的 呃 是很难搞 不是不行 好像 我们开张的时候很多人的嘛 十几座人的嘛 免费给他吃的 嘿嘿 十几座人 小张你没来 他是不是免费给他吃呢 开张的时候小张没来 都没收到小张的红包 他都不请我啊 你看这个 就去钓我 有时候吃都不钓我呢 开张的时候你看这个 炮仗的 生 这个 纸的还很新鲜呢 小张要到你来投资一笔了 要到你来搞 我投资啥 到你来做一做一份钱都没有投傻子 我出钱你出力 我出力 我这店不是出力吗 到你来 到你到你来那个做大厨 好吧 还没找不 啊 我说炒菜我还没炒 是啊 炒菜搞那个 锅包柚啊 锅包柚 肯定啊 锅包柚你也会搞啊 那会啊 那就可以啊 锅包柚会炒就行了 扣柚啊 志强哥说一下你这次的经验吧 经验 哎就是 就是说这次这么快就不做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么快厨师都不来了 厨师不来了 那个厨师 我也不懂 你也不会炒 对啊 关键就是厨师不来 对啊 厨师不来了 我哪里做了 哎 这个厨师不来 为什么不来 是不是工资不到位 还是 还是他 要另有出路了 应该是另有出路吧 应该是另一谋出路了 我要叫他过来吊顺他 是啊 教训他 我来了 哦 财哥来搞一下 财哥这么辛苦 财哥来搞一下 看一下我们财哥就是不一样 你看 嗯 这不是简单吗 是不是 这些小问题 拉平 是啊 我个这里倒是还要放个桩 是啊 加高一点 是啊 拉平就行了 哎呦 这个放平那里 就店家装上面的吗 可以啊 店家哪里的 可以的 店家这里也不出气的 不行 嗯 财哥这次投资失败了 还有没有信心做下一次的 那个 信心呢暂时没有啊 暂时没有 信心年轻人嘛 失败了一次也没事的 我之前啊失败了好多次了 不单只是一次了 你失败成功 成功了 成功了嘛 哎 一样要做的 不可能说失败一次你就怕了 小小 我们都是同年 这里要高过路哦 不是让你碎下来 对啊 要高一点 不是说 高什么高 不是说谁咬谁没咬的 都是靠自己努力 我问你 我倒水泥要高过啊 不是那 要啊 你要先要高一点 你你你你 掉工过高水泥 哎呀 没有多少水泥啊 几十包搞定呢 一包 哎呦 三二二十五块 那我叫他拉来了吗 拉什么 拉水泥来 拉水泥你搞啊 那他这时候叫我拉来搞 你不是出钱 真的是 真的是的 你出力啊 你搞啊 我出力啊 我出力啊 然后小张呢 你得要考虑一下 搞些烧烤 搞些烤红薯啊什么的 搞好停车场了 就在这里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平常时没事的话呢 就在这里直播 有事的话呢 你就有缘客人来了 你就可以 那个在这里营业了 那年轻人没有老婆的话呢 做事情就是这样 就像我之前没娶老婆的时候啊 做事也是老老吵吵的 那你那么快举干嘛 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做事情就是 先举就好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不怎么的聊聊吵吵 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如果你娶老婆了 你还在没说我在这个位置啊 很多人喜欢我的 我这个位置啊 说真的是一个桃花地的 我们这个位置 很多人 我告诉你在这里 你都娶不到老婆的话 这辈子你不用娶老婆了 哈哈哈 真的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你都娶不到老婆 这辈子你不用想再娶老婆了 你说的很好 不是很好 我这个位置 这个是桃花地 你随便你 你怎么搜索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娶老婆啊 很容易的 财哥的之前要求是1米9以上 反正你现在说 现在他的降级了 反正你现在说的比较好的 降到1米6了 是不是 这样 没有吗 1米4 他刚才说的 他刚才说的 这样1米4还是更远吗 1米2啊 1米2啊 1米4也挖的 应该是这样 1米2我变成一个 一个奶的冬瓜了 哈哈哈 1米2啊 应该是现在降到1米6 哎 变成一个涯涯的冬瓜了 哈哈 奶瓜 这个位置呢 咱们搞好停车场之后呢 也可以把车开运来 就很方便 哦 荣 und 罗ers ę 哦 terminar The 冬瓜